我們再關注是馬英九的三中案官司傳送了一千一百六十七天 那麼就在今天早上 臺北地面一審宣判了 始終堅稱是無罪的馬英九果真是等到無罪判決 關鍵是在於他的身份 不只是證券遭遺法中的有詐證券公開發行公司董事 而被認為說是協助賤賣三中的張哲稱 還有汪海清等人 也都因為罪證不足或判無罪 唯一被判有期徒刑的是蔡振元 馬英九得知他自己無罪的消息之後是非常欣慰 有一發聲明來痛批蔡政府 執言說這是政治追殺 明明他自己一毛錢都沒拿還被起訴 甚至還呼籲說民眾在往後的選舉 要用選票將蔡政府下架 前總統馬英九以往三中案出庭 已被問到敏感問題馬上變臉 但隨著宣判結果出爐 馬英九總算可以重拾笑顏 因為他禍判無罪 對自己的清白有信心 對法院的公正有期待 馬英九先生雖然去有介入這個雙方協商的過程 那依照當時的一些錄音的狀況 可以去看到說馬英九先生還是有去指示說 一千一百六十七天的審理後 馬英九一審或判無罪 張哲稱 汪海清等人也都無罪 唯有蔡政員涉嫌業務侵占 被判三年六個月 三中案爆發於二零零五年 因應黨政軍退出媒體的輿論 馬英九著手處理國民黨黨產 他將中市 中飲 中廣的股份 一件價出售給余建興 卻被踢爆 害黨損失了七十二點九億 而張哲稱和汪海清則被控 受馬英九指示 複雜化財務運作模式 掩蓋賤賣黨產的行為 三人都被起訴 多數民眾都不能夠接送這種 罗資罪名政治起訴的手段 大家說對不對 我們尊重這個司法判決 我也希望檢方能夠尊重這個 司法的這樣的一個認定 那希望不要再繼續上訴 雖然禍判無罪 但三中案 儼然是糾纏馬英九十六年的夢魘 二零一四年 特徵組查無不法牽結 以為就此安全下樁 綠營執政後 二零一七年 全案又重啟調查 一千一百六十七個日子 馬英九跑法院變得家常便飯 甚至從卸任總統後 先被限制出近三年 又被總統府多延長兩年 今年五月十九號判到解除禁管 巧的事卻又碰上全台三級警戒 馬英九無罪的關鍵在於 他不是證交法中 有價證券公開發行公司的董事 隨著三中案暫且告一段落 馬英九也終能稍稍放下 這糾纏心中十六年的噩夢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出閨 也將之前看到一萬一到 參考裁一 iş 總統府多延長者 標回電空 按道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